这是一个深不可测的道场 因为里面住着一个地表最强男 光看他那超强的背阔鸡 就是你绝对无法招惹的存在 他六岁习武 精通八大流派武学 同时还有着黑带头衔 他可以一脚轻松踢爆沙袋 而沙袋却纹丝不动 一招寸拳能将保纸击穿而不断 他就是终极格斗大师 迈克尔加 怀特 可就这样的一个狠人 如今却落到了无权可打的局面 因为几年前的一次自问 锒当入狱三年之久 还得以假释 出狱后他就被迫结束了 自己的格斗生涯 如今昔日的王者每天却 睡在一个废弃的客车里 即使面对这样的困境 他依然延续着五道警示 分别收了四个出色的徒弟 每个人都是他的心血 根据他们自身的优势合理训练 其中三人是拳击手的好鸟子 每天必须苦练拳击 但是唯独剩下的杰克却截然不同 因为怀特什么都不让他练 而是让他孤身一人 面对一张薄薄的白纸 什么时候像他一样 能打出一个动来 才可以进行下一步训练 原来怀特发现他天生骨骼惊奇 是个练武的奇才 这才把自己的传家保存拳 倾囊相授 几个徒弟如此卖力的训练 其实另有引擎 那就是一年一度的拳击大赛 即将开始 他们不仅仅是为了在比赛中 展露头角 更重要的是为师父重振生育 可就在所有人紧张训练过程中 一群警察突然到访 因为怀特之前的前科 再加上他的肤色 所以经常遭到这帮人的骚扰 然而这次他们的要求更加过分 居然对他下达了驱逐令 无奈之下 这个露天训练场只能被迫关门 内心受到打击的怀特 把自己关在了房车内谁也不见 但好在他的几个徒弟 帮他渡过了这次难关 他们在郊区租了一间仓库 而且还从别的地方 借来了很多训练器材 简单拼凑成了一个全新的道场 设备虽然简陋 但对于怀特来说已经足够了 看到徒弟为他所做的一切 硬生生地将沙袋踢爆 这一脚 当然不是在炫耀他的功力 而是在发泄他压抑已久的内心 随着新道场的使用 徒弟们的训练变得更加的努力 八角龙里面的锁机练习 自然是重中之重 宫中机指的训练 是寸拳的入门之道 即所有力量与手臂 短距离瞬间爆发出惊人的伤害 紧接着就是体能训练 扛着最重的沙包 练就最强的腿部肌肉 坐着进阶式的引体向上 塑造最猛的手臂肌肉 当然还有一栋式躲闪训练 每一项都具有针对性 一切训练都在 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可就在即将比赛的前期 他的光头徒弟却惹祸 在回家的路上 他不禁对着人家跑车 嘘嘘了一番 结果还被车主打了个正着 车主几个二话没说 对着光头就是一栋流令 但身为习武之人的光头 自然也不是好惹得住 经过一番防御之后 突然抱起反击 局势瞬间扭转 很快这几个虾兵蟹将就被打 哭爹喊娘 带头的那个车主 此时长子都毁清了 连忙不断地道歉爱情 但杀红眼的光头 已经失去了理智 对着他就是一顿小甩队 可怜的车主被死几惨 一一敌三满满的荣誉 他便迫不及待地找到了事 炫耀了一番 可结果却迎来了一顿痛骂 怀特教授他们格斗技巧 不是用来打架斗偶的 更何况他现在还处在保识期 这无形当中就会给他惹上麻烦 光头剑贴上了冷屁股 便愤怒地转身离去 果然没过几天 警察再次找上门来 这次他们在他的车里 搜出了一把手枪 很明显他是被栽赃陷害的 而陷害他的人 正是他的徒弟光头 现在怀特是百口难辨 这帮警察根本不听他的解释 甚至还想给他点颜色看看 可没想到的是 这次怀特 没有座椅代币直接躲闪过去 随即一脚凌空飞踹将气踹飞 就算双手被靠 也丝毫不影响他的战斗力 灵活的走位 再加上他干净利索的动力 很快就把这帮警察打了 满地找牙 一旁的小卷毛还不忘拍下视频 记录下来 最终怀特还是被抓了起来 虽然有证据证明他是青睐的 但是还得等他们做进一步调查 怀特肯定一时半会而出不来 可最要命的就是 偏偏这个时候 一年一度的拳击大赛开始 没有怀特的代场 三个徒弟只能硬着头皮 前往比赛现场 八角龙里的两名选手 正在疯狂对决 激情和热血 在空气流动的作用下 充满了整个赛场 三个徒弟不复所望 经过一番激烈的厮杀 全部成功晋级四强 但好巧不巧的是 四强的最后一个名额 竟然是那个丧尽天良 陷害师傅的逆推光头 他为了获得胜利 真的是不择手了 在对战前夕 他竟然拿着甩棍偷袭了大赚 这举动太他妈气人了 我都看不下去了 被打的大赚 一拳一拐地走出了厕所 比赛肯定是打不了了 最终巅峰对决就剩下那个 五个惊奇苦练寸拳的杰克 和光头二人了 仇人见面分外眼红 二人没有废话 直接正面开干 抱住对方脖子 框框就是一顿抡 经过几招切磋下来 有些体力吃不消的杰克 明显落了下风 好在他凭借坚强的意志 撑到了第一回合结束 就在他休息之际 师傅怀特突然赶到 杰克顿时有了精神 怀特随即指点了几拳 这让杰克瞬间替护贯 很快第二回合正式打起 杰克故意露出破绽 让光头不断地对他进行攻击 就在光头完全对他 放松警惕之时 杰克一记寸拳直击面门 紧接着一脚高边斗 将对方打得口吐分方 随后士气正胜的杰克 利用几个组合拳打光头 毫无还手之力 最终杰克使出 师傅传授的必杀所尽 并生生地扭断了光头的肩膀 裁判这时紧急叫停比赛 宣布了杰克获胜 小人永远是小人 这时不服输的光头 竟然起身想要偷袭杰克 这下光头彻底舒服 怀特一炮自己 坚如磐石的意志 和永不退缩的气氛 带领着徒弟们克服重重困难 拿下了这场冠军 成功地证明了自己 传统武道的精神